那108課綱當時的想法是隨著這一個科技的發展 我們怎麼樣把科技能夠融入到各個學科的一個教學 那未來我想我們這個課綱的大方向 在培養台灣未來人才的一些圖像的想像 事實上是沒有太大的落差 也就是說我們未來積極的就是說 怎麼樣去提升老師在科技素養上的一些融入教學 或者甚至我們廣聽來自於基層家長的聲音 老師們的聲音 我們也許不排斥在未來是不是把這個AI這個科技 因為我們本來科技素養 就已經是我們既定課綱的核心能力核心素養 所以在未來我想我們不排除這個微調 但是也就是說我們還是在希望能夠多聽聽社會大眾家長 跟老師們的一些想法 過去陸生來到台灣來學習 他們對台灣對陸生 政府對陸生的一個照顧 滿一度高八七成以上 這些年來事實上我們對 從一百年開放 我們事實上對大陸的一個學籍 採任已經有三百六十五校 我們也提供獎學金 特別在今年二月一號開始 我們也陸生納入健保 所以我們都希望從政府的一個觀點 我們希望能夠提供陸生一個更優質的一個學習環境 也讓他們在這邊生活能夠獲得更好的一個照顧 當然我們期待未來如果能夠這個道路的部分 也能夠讓年輕人來到台灣來學習 我想是有助於我們兩岸的一個年輕 許多的學生 彼此能夠有更積極正面的一些互動跟這個學習 和教育平靓 一個 transactions 來説明 有些人的同誉 這個已經很甘孽 一個順序 一個大課 而且兩岸 一個小提供 另外一句 這個東西 感谢观看